如果连续一年不说话 人会变成什么样 结果绝对颠覆你的认知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 正常人一年不说话会发生什么 全程高能切勿分心 当你坚持第一天不说话 对于平时就沉默寡言的人来说 不说话的感觉还好 但你挑战刚开始就已经浑身不舒服了 当人叫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要克制住自己下意识回答的冲动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你好几次没忍住张开了嘴巴 不能说话之后 你的生活也是变得困难重重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你都只能用手势和动作来表达 也不能再跟朋友畅所欲言的聊天 这让你十分的焦虑和焦躁 当你坚持第一个礼拜不说话 这个时候你已经慢慢学会了 怎么通过手势来进行基本的交流 生活和工作也慢慢顺畅了起来 但是你想说话的欲望却一点都没有消失 当听到人聊天的时候 你还是很想加入 不能开口的你 只能在手机上不停的打字聊天 但是完全没办法代替嘴巴说话 所以你还是感觉备受折磨 当你坚持一个月不说话 越来越多的人以为真的是哑巴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不说话 也习惯了不说话之后无聊的生活 甚至开始觉得不说话之后 自己放松和思考的时间变多了 这让你整个人看起来不再浮躁 当你坚持三个月不说话 你不用再强迫自己死死的闭住嘴巴 就算放松的张开嘴巴 也不会说出一个字来 你的身体已经形成了不说话的记忆 可是渐渐的 你发现自己的脸好像变得比之前更大了 这让你感觉十分不妙 其实这是因为不说话之后 你的面部肌肉没有得到运动 脂肪都堆积在脸上 导致脸部变大 那么继续坚持下去 又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连续一年都不说话 会发生什么 当你连续六个月不说话 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开始离你很远说话 因为你的嘴巴开始散发出强烈的口臭 这个味道让大家很难忍受 而口臭的原因是因为你长时间不说话 导致大量的艳养菌在你嘴巴里滋生 然后就形成了难闻的气味 不仅如此 你发现自己的大脑变得越来越迟钝 处理问题的时候 总是想不到更好的点子 也比别人慢半拍 你以为是自己太累了 其实这就是因为不说话导致的 说话其实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 也能够很好的锻炼大脑的功能 就算是只说一些废话 也能让大脑运作 不说话之后 你的大脑变得迟缓了 而且你发现 自己的睡眠质量都变差了很多 睡醒之后 总感觉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 因为说话其实是一种 能够释放压力和情绪的方式 多说话还能够预防心理疾病 当你连续八个月不说话 你发现自己的脾气 变得比之前更暴躁了 动不动就跟人发火 跟人的相处也变得越来越消极 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你 再也不想参加什么社交活动 宁愿把自己关在封闭的房间里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抑郁症的趋向了 终于你坚持了一年不说话 在挑战结束的那一天 你想大喊一声 发泄自己这一年的苦闷 可是你却发现 自己发不出声音了 好像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 捏住了你的声带 不管你的嘴巴张多大 都没有声音 强行说话还会让你感到头疼 并且喘不上气 这让你十分恐慌 但是先别慌 这并不是你变成哑巴了 而是你的大脑下达的指令 并没有执行 因为你的声带长时间没有运作过来 对于大脑的指令 没办法好好执行 现在你只能发出一些 阿巴阿巴的声音 而且声音跟之前也大不相同 需要一段时间的调养 声带才会恢复正常 那么如果再继续挑战下去 你真的会变成哑巴吗 如果长时间不说话 会变成哑巴吗 1973年 美国一名叫做约翰逊 弗朗西斯的27岁男子 为了环保 打算从此之后都不再说话 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家人都觉得 他故意不说话 十分有趣 可是过去了好几个星期 约翰逊还是没有开口说话 他的家人开始怀疑 约翰逊事无事中邪了 可是约翰逊除了不说话 并没有其他的异常 于是家人们开始担心 约翰逊是不是患上了奇怪的病 不敢和家里人说 当他把环保的原因告诉家人之后 居然获得了家人们的理解 于是就这样 约翰逊的不说话模式 一坚持就是十年 再到了第十年的时候 他终于打算张口跟家里人 开口说话 可是他的声音变得很奇怪 说话也变得磕磕绊绊 就这样 异常困难的说了一天话之后 约翰逊又开始了 长达七年的禁言之旅 在这十七年的时间里 约翰逊总是背着背包 骑着自行车 到处宣扬环保的理念 一路上 他都是用手势和纸条 来跟别人交流 他的环保事业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很多人被他坚持 不说话的毅力给震撼到了 也让很多人 对不说话这件事感兴趣 于是有人模仿他 也加入了 不说话环保的队伍 直到约翰逊 41岁那年 他的环保理念发生了改变 他发现 其实不一定要这么极端 才能宣扬环保 于是在1990年4月24号 也就是世界地球日这一天 他结束了不说话之旅 很多人不知道 正常男性一天 要说3000多个字 正常女性一天 要说9000多个字 如果你能坚持不说话 老黑只能说 你也是个狠人 你对不说话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跟大家一起讨论